欧岳弟弟一定还记得在这里等我 一会儿给他一个新惊喜 我不想去吃晚宴 我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吧 好呀 就是这里了 竟然有光 我教你玩手影 不 我先教你一个 你也像我一样伸出一只手 什么嘛 神神秘密的 你和我以后就是最好的朋友 好 他好像忘记我了 我会帮你克服的 忍一下就好 一样的家伙 等等 我不会再让任何人夺走 我选中的人 你是属于我的立物 讨厌的感觉 玩儿过了没有 不行 我已经答应你所有的条件 你为什么还要继续纠缠我 就连我工作的领域你也要来捣乱 你还没有资格干涉我的一切 你所掌握的我的那些把柄 我告诉你 我根本不怕 到此为止吧 可是我已经习惯你在身边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已经喜欢上一生你了 喜欢是这么廉价的东西吗 你口中的喜欢 真的让我觉得很恶心很轻浮 像你这样只为自己私欲的人 是不配拥有任何朋友的 你不要再打扰我了 否则我立马报警 确实我早就是没有感情 不在乎任何人的人物机器了 被他拖着的那一刻 让我想起小时候 眼看着欧野哥哥被拽走 他那个时候 一定比我刚刚更加的无助 欧野哥哥的线索 还是要从欧视集团那边继续找 其实欧视的事情 我根本不想触破 但想找到他 也只有那个办法了 哎 傻子 还有点伸手吗 你是谁 想要你的命就是了 想跑 这是 什么 之前我们整个虎超帮 就被那小子搞得不得安宁 既然抓不到那小子 那你就替他以死赎罪吧 蝴蝶 哥哥 你胆子很大了 然要他的命 对不起 你的机会没了 没事了 他还活着 救 救救我 他失险过多 需要赶快止血 我现在救掉救护车 不 找 护车吗 他需要止血 真是有趣 医生 把他拖到这里来 我可以救他 需要月光和我的装备 放这里 开始了 没了 这次 我没有人 过来 我没有人